咖啡的故事,从埃塞俄比亚到全球的旅程 咖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古老咖啡森林 据传说,那里的一位山羊牧人卡尔迪 卡尔迪首次发现了这些心爱咖啡豆的潜力故事说 卡尔迪发现咖啡是因为他注意到他的山羊吃了某种树上的浆果后 变得充满活力,晚上不想睡觉 卡尔迪向当地修道院的修道院长报告了他的发现 修道院长用这些浆果制成了一种饮料 发现他可以在长时间的玩岛中保持警醒 修道院长与修道院的其他僧侣分享了他的发现 这种能量充沛的浆果的知识开始传播 随着消息向东传播,咖啡抵达了阿拉伯半岛 开始了一段将这些豆子带到全球的旅程 在阿拉伯半岛,咖啡的种植和贸易开始兴起 到15世纪,咖啡在阿拉伯的野门地区得到种植 到16世纪,它已经在波斯 埃及,叙利亚和土耳其得到了熟知 咖啡不仅在家中受到喜爱,也在众多公共咖啡馆中受到喜爱 这些咖啡馆被称为Covac Online 开始在近东城市中出现 咖啡馆的受欢迎程度是无与伦比的 人们经常到咖啡馆进行各种社交活动 顾客不仅喝咖啡和交谈,还听音乐,观看表演 下棋并了解最新的新闻 咖啡馆很快成为重要的信息交流中心 常常被称为智者之学校 随着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朝进者到访圣城卖家 这种阿拉伯的葡萄酒的知名度开始传播 到了17世纪,咖啡已经传入欧洲 并在整个欧洲变得流行起来 有些人对这种新饮料持怀疑或恐惧的态度 称其为撒旦的苦味发明 当咖啡于1615年传入威尼斯时 当地的神职人员谴责他 争议如此之大 以至于有人请求教皇克雷孟八世干预 他决定先品尝这种饮料 然后再做决定 发现这种饮料非常令人满意 他给了他教皇的认可 尽管存在争议 咖啡馆很快成为英国 奥地利、法国、德国和荷兰主要城市的社交活动和沟通中心 在英国便是大学应孕而生 因为只需花费一便式的价格 人们就可以购买一杯咖啡并进行刺激性的交谈 咖啡开始替代当时的常见早餐饮料 啤酒和葡萄酒 那些饮用咖啡而不是酒精的人开始一天精神饱满 充满活力 他们的工作质量大大提高 我们认为这是现代办公室咖啡服务的前兆 到17世纪中期 伦敦已有超过300家咖啡馆 其中许多吸引了志同道合的顾客 包括商人、船主、经纪人和艺术家 许多企业都起源于这些专门的咖啡馆 例如 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就起源于爱德华劳埃德咖啡馆 在17世纪中期 咖啡传入新阿姆斯特丹 尽管咖啡馆迅速出现 但直到1773年 当殖民者反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征收重税时 茶仍然是新世界人们喜爱的饮料 这次反抗被称为波士顿茶党事件 它永远改变了美国人的饮食喜好 使咖啡成为他们的首选 咖啡闻名世界的最爱饮料 托马斯杰斐逊 随着对这种饮料的需求继续扩大 竞争将咖啡种植到阿拉伯之外变得激烈 荷兰人终于在17世纪后半夜获得了咖啡苗 他们在印度的第一次种植尝试失败了 但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 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种植成功了 爪哇咖啡成为了荷兰人的主要出口产品 从而使荷兰成为了咖啡贸易的主要参与国之一 到了19世纪 咖啡的种植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 包括中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地 咖啡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为全球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咖啡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之一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消耗超过4000亿杯 喜欢video app的朋友请留言鼓励 并按一下订阅呀